你看 有沒有超透亮 它的質地就是輕透狀的 它可以達到所謂的控油 以及去油的能力 慢慢的我們的油脂會被分解 哈囉大家好我是聖甜 對於皮膚的毛控以及保養 真的非常的簡單 我要跟他聊的是 我到底要怎麼樣維持我 皮膚的精緻度 以及皮膚的亮度 就是要靠這個 有洗的杏仁酸精華液10% 可以解決毛孔粗大 以及腦袋這樣子的最大問題 它的質地就是輕透狀的 它可以潔淨我們毛孔 而且細緻不明顯 也不會有太大的反彈 因為其實有很多所謂的杏仁酸 它可能太過於刺激了 就是用了它會大量長痘 大量粉刺 下顎的部分 局部的部位 鼻頭 因為鼻頭比較容易粗油嘛 然後呢 我會做一件事情 拿出 不管任何品牌 只要是保濕性夠的 面膜敷上去 假如你今天是 初學者在用杏仁酸的 你可以這樣去嘗試 八項面膜上 超級 勇敢 它就算是一個加速器 而讓它的效果增倍 抹滅多餘的角質 其實它含有很多很棒的成分地 破尿酸 就是所謂的保濕 尿囊 樹 疏解 以及調適你皮膚的整個狀況 海洋小白橘 海洋小白橘呢 基本上呢 它是讓我們的皮膚呢 達到更增強保水感的 這就如同我們出油的肌膚 有沒有看到 油油亮亮 我就擦上杏仁酸之後呢 它可以達到所謂的控油 以及去油的能力 慢慢的我們的油脂 會被分解 滑溜滑溜的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溶解油脂 它會讓我們的皮膚表面 變像什麼 水煮雞蛋的表面 有沒有看到 你看 這邊感覺比較光滑 泡亮度有沒有 霧面的感覺 鋪射不均 這件事情你也可以用洗衣衫來解決 那面膜敷完之後呢 我們撕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超透亮 後續的保養怎麼保養 擦了化妝水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上所謂的清滑液 然後呢 杏仁酸如液如霜 假如你今天不敷臉 就是一樣這樣 化妝水擦一擦 這個杏仁酸 第幾滴 輕拍的方式 去拍打我們的毛孔出達的地方 第一 浸透毛孔 第二 緊致膚質 第三 不放油黃的肌膚 就是 做到 膚色 那麼 微亮 微巧 微妙 十八性能酸精華液 它就像粉紅包一樣 方便好用 完全不抵觸你現在說的 保養品 一樣可以一起用哦 嗨 MING